来看一下今天的外汇精选内容 1.新西兰意外降息25个基点 纽约断崖市下跌150点 2.加拿大央行按兵不动 家园升值100点 3.疲弱工业数据限制返盘 英镑交头于1.42上方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0日星期四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新西兰联储今日降息25个基点 至2.25% 令市场大感意外 新西兰联储并暗示 随着全球经济成长前景恶化 可能需要进一步降息 新西兰联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 纽约对美元短线急跌近150美元 最低处级0.6644 下方0.6642乃100日均线期入位 加拿大皇家银行 苏玲勇指出 新西兰联储3月份意外降息25个基点之后 汇勒料在6月份再度降息 北京时间4点28分 纽约对美元报0.6648 加拿大央行周三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称因市场波动减弱 非能源领域出口增强 央行将在3月22日 政府预算案公布后评估政府刺激措施的影响 加拿大央行称 尽管去年第四季加拿大经济增长好于预期 但近期经济前景仍于1月评估基本一致 正如市场普遍预期 加拿大央行将指标利率维持在0.5% 自去年7月以来 该利率一直保持不变 加拿大央行去年曾两次下调利率 以对抗油价下跌的影响 原油是加拿大主要出口产品 加拿大央行立的决议公布之后 加元对美元刷新日内高位至1.3287 自1.3400上方迅速上涨于100点 北京时间23点53分 美元对加元报1.3315 周三英镑对美元基本持稳 面对疲弱的工业生产数据 以及6月拖公投前的又一波政治噪音 英镑表现出了韧性 当日公布的英国数据表现不及预期 具体显示 英国1月工业产出月率为0.3% 预期为0.4% 前值为-1.1% 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 挪威的8300亿美元主权基金称 无论6月23日公投结果如何 都可能增加对英国的投资 这是欧盟对英国退欧争论中的最新发声 民调显示 对于是否脱离欧盟 英国民众赞成和反对的人数 接近一半对一半 英国央行总裁卡尼 非常谨慎地指出了 脱欧将对经济造成的风险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